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剛剛有講到說 這個一對夫妻他們去這個摩鐵 那盛美這邊也有一個 讓你印象深刻的臉異事件 也是發生在摩鐵 對 而且也是農曆七月的時候 因為我過去在報社的時候是這樣 因為我們每到夏天 為了刺激點閱率 我們就會請一些女藝人 幫我們拍很性感清涼的照片 等於是一個專題這樣 那那個時候 我們報社還跟香港的一個週刊合作 那因為有一些台灣的藝人 香港的週刊也很有興趣訪問 他們就跟我們會一起 去聯絡這個藝人 然後來專訪 那照理說這些藝人 如果穿了比基尼 是在沙灘上是比較漂亮 可是大部分的女藝人都會說 我們不去沙灘上拍 因為太熱 大家也知道 其實在摩鐵拍蠻好的 因為第一線摩鐵其實都很精緻 然後他們的裝潢 都有各種不同的風格 然後有一些摩鐵 它是就是把它弄得像Villa一樣 就是它有輻射游泳池 我記得那一年的夏天 剛好也是果月的時候 香港的週刊就來我們這裡 然後跟我們的攝影記者 那我就負責聯繫這件事 我也找了一個女藝人 然後就說我們就希望到摩鐵去拍 我就打電話給 摩鐵現在都有行銷公關這樣的人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想借一個地方拍 他高興的不得了 他就說聖明姐 沒問題 他說我們有一個 我們我給你防號 你就直接進去 就進去拍 他那裡面就裝潢有多漂亮什麼的 那那天一般藝人都是下午 才會開始工作 所以我們大概就下午一兩點 就進了那個摩鐵之後 他們攝影會先看 在哪裡拍什麼的 然後這個藝人來了之後 我們會先研究 他要穿哪一套衣服 我就跟他講說 你等一下先穿這一套 什麼什麼我就跟他講 講完之後 他就走進那個洗手間裡面去換 去換衣服 然後我就在外面這樣子 然後跟他聊一下 結果就是他在換衣服的時候 我就聽到很奇怪 因為是大白天 大概一兩點左右 可是我有聽到有人在哭 我就想說糟了 這個藝人今天應該心情不好 因為有時候女藝人會這樣 不知道有什麼狀況 然後我就還去敲敲門說 我說怎麼了 你是不是不舒服 因為我也很擔心說 如果身體不舒服 他沒有辦法拍 結果他就衣服換好 他就把門推開來 就走出來 就跟我講 就臉就發白 就那女藝人 然後就跟我講說 聖米姐 你是不是也聽到了 我說對 我有聽到有人哭 我以為是你 他說不是啊 他說我也聽到了 他說有人在哭 然後我們兩個就開始緊張 就擔心 因為你知道摩鐵千奇百怪的事情很多 萬一是有人被綁去摩鐵 或者是在摩鐵不開心或什麼的 那我的當下想了就是要不要報警 所以我就直接撥那個電話到櫃台 就跟他講說我們隔壁防號 有點問題 你們是不是要去關注一下 因為我們有聽到女生在哭 然後就櫃台的人呢 顯然就是一副老神在在 也不會覺得驚訝 就說沒有沒有 他說你旁邊兩邊的那個房間 都沒有人 那天沒有租出去 哭聲哪來呢 那我們當時是想說 會不會我們自己聽錯 對 有可能啦 那好 那你就算了 那既然就是 如果說是沒有房客的話就算 然後我們就開始準備拍攝 那是這樣就是香港的週刊 因為週刊他們對這個 照片的品質要求比較高 所以他們來的時候呢 除了攝影器材之外 他們會帶那個燈 各位知道嗎 燈 它的燈整個打開來的時候 就像一個雨傘這樣打開來 很漂亮的 燈很貴 他就先把它架好 然後把這個燈弄好之後 然後把插頭插好 然後香港的攝影 跟我們報社的攝影 就開始要拍了 然後第一個鏡頭 是這個女人就你知道 搔手弄子就躺在床上這樣子 然後拍的時候 大概啪啪啪 前面拍個幾張之後呢 我真的 我當下 我到現在都記得那個畫面 我就坐在那個 那個就是床對面的椅子上 我就看到那個燈 啪 整個炸掉 整個炸掉 但其實我們有時候在攝影棚 燈也會炸掉 所以那個第一時間 也沒有想那麼多 但是因為它好大一盞 啪 還煙你知道嗎 還冒煙 我就說怎麼會這樣 你是電壓不對嗎 因為我當下是覺得說 是不是電壓不對 然後當然那個攝影也有點緊張 因為那麼貴的燈 啪 炸掉 他說不會啊 他說如果電壓不對 插頭一插上去 它就炸了 可是沒有 它是插頭插上去 拍了幾組之後才炸掉 然後我記得那個香港的攝影 就走過來 他就看了一下 然後各位知道 通常在那個摩托 它的那個插頭 會是在這個茶几的底下 那個位置 通常是這樣 它就蹲下去 就是要把那插頭拔起來 因為你炸掉 它就拔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 它插頭拔起來之後 它就默默在那邊收那個燈 然後因為這個燕 已經躺在那邊 你總要趕快拍吧 它就不拍了 它燈收完之後 它就走出去了 我們是在一樓 它就走去 走出去就在那邊抽煙 那就換我的攝影再拍 我們台灣攝影再拍 我覺得你怪怪 我就出去問他說 為什麼不拍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這個沒有這個燈 其實不方便 他說沒有關係 他說因為你們攝影拍 我也可以用 因為我們兩個媒體 是相互合作 他說晚上 我再到你們報社去挑照片 照片就可以 我說好 然後之後我們大概就是 拍就還蠻順利 就拍完了 然後拍完之後 晚上我們的攝影 就開始上傳到電腦 就開始要挑照片 香港這個攝影就來了 就剛燈炸掉那個 他在挑照片的時候 因為我是覺得有點 哪裡不對勁 因為他怎麼可能不拍 你從香港來一趟 然後我就問他說 是怎麼了 有什麼事 然後他才跟我講說 他說他現場不好意思講 我說怎麼 他說 他就蹲下去 要拔那個插頭的時候 他說他清清楚楚的 看到一個全身穿紅衣服的女孩 然後是這樣子 趴著 對 然後頭是這樣 然後就靠在那個床沿旁邊 所以就跟他的距離 非常非常近 所以他不敢講話 他說他插頭拔起來 默默收完 因為大家都在裡面 更何況你知道 那個女藝人還躺在床上 所以他就默默走出去 然後他就跟我講 他說我並沒有靈異體質 也不是每個有靈異體質 都會看到 他說他當下看的時候 他說太清楚 那就是頭手腳都有 他就是這樣子趴著 然後我一聽 我整個嚇呆了 因為我也有坐在床沿 你知道嗎 就覺得我是不是有碰刷了 但是我更生氣 我就想到 因為那一家汽車旅館 非常有名 他之前就是出了一個事情 就是一個女的 他因為被他男朋友 騙了感情 他很生氣 他就穿了全身紅衣服 就到汽車旅館裡面去燒炭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說 其實有些汽車旅館 就跟有時候醫院那個 有人往生的概念一樣 就基本上 他都不會封住他的房間 甚至有人 早上這個汽車旅館出了時 他下午就租出去了 那我就覺得 這個房間一定有問題 我還沒有打給公關之前 我先上網查 因為現在都很方便 我一查那個房號 明明就是 就是啊 我還打給那個公關 公關跟我講說 聖妹姐 沒有啦 你們想太多了 真的沒有 我說那你原先那房間去哪裡 他說沒有 我們那房間怎麼可能給你們用 我們把它封住了 封住了 他說你多想了 這樣那個登多少錢 我賠給你 你也不要講 你不要想那麼多 說不要講不就是有嗎 對不對 而且他顯然就是 沒有離開不是嗎 我現在講成的那個 雞皮疙瘩 對啊 好 那她那在 那都是 那好 好 受打